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医师 快快快 先到那儿 马上就来 好 好 来上园了 杜宾 来 有马可以下 来来来 绕一下 忍着点啊 很快就好了 你觉得 纪靖堂说的可都是真的 这科室召会纪靖堂都是江州人 他们说的是真是假 去问问江州百姓 不就一千二出了吗 有道理 不过 杜小姐 你是个心直口快之人 在事实未弄清楚之前 你还须 钥匙就先放在我这儿了 在我未开锁之前 还请千万不要提及此事 小姐 小乔来了 小乔姐 你怎么来了 三少奶奶 我给三少爷送药来了 小乔啊 你这每天跑过来跑过去的不累吗 要不你把这药给小喜 让她来接 三少奶奶说的倒是个好主意 不过这熬药送药是老太君吩咐的 她不发话 我哪敢偷懒呀 您说是不是 是 有道理 小喜 哎 把这药给三少爷端过去 是 三少奶奶 我有个事想求求您 你说 我早就听说扬州的刺绣名扬天下 三少奶奶您又是大家闺秀 这女工定是一等一的好 您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吧 我 近几年 咱们祁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 怪事不断 什么怪事 先是我那老是木讷的大哥齐天祥 清神一天比一天萎靡 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 忽然之间 就再也叫不醒了 就这么离奇地死掉了 我大哥死后不到一年 我二哥也遭遇了额孕 我二哥齐天放 生性闲散 但并不娇丑 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 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保兵 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 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 天气闷入 二哥齐天放 开场门窗睡在凉席上 夜深人静之后 我二哥便中了蛇毒 不知身亡 这太蹊跷了 好顿顿的祁福 为何有这种毒污 那这朵莲花 为何只有半朵 另外半朵去哪儿了 还有 师父您刚刚说的 那位封师兄 他又经历了什么 这半朵金箔莲花 是我师兄 与他心爱女子的定情信 我亲手做的金脸 以后 作为你我的信物 你看 喜欢吗 小姐 小姐 你快走 怎么了 保重 快走 快 ひ 不 很ő 示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